好 那麼中秋結封烤肉 但是也要多加小心了 因為在屏東有八位好朋友 他們在空地烤肉 突然有一陣風把煙 煤炭穴 還有物品吹到了下風處 造成異物吹進兩個人的眼睛裡 找醫生檢查才發現 一個人的眼皮夾了一隻昆蟲 那麼上下眼瞼分別卡了 煤炭跟鋁箔紙穴片 在另一個人的眼睛當中 也看到了鐵絲 最佳視力只剩下0.1 好 在即使就醫 兩人的視力才恢復 香腸 蝦子 玉米 筍 各種食材 再加上烤得滋滋作響 香味撲鼻 中秋結封烤肉 卻有人烤到急救醫 就一陣風飄過來 然後就有鐵絲飄到眼睛 然後那時候眼睛痛到都睜不開 原來吳小姐和朋友 一共八個人就烤肉 突如其來的一陣風 把食物煙和灰都吹到了下風處 導致她和另一位男性友人 眼睛不舒服 吳小姐左眼腫脹疼痛 去看眼科 醫生點了麻藥 將眼皮撐開 經見一隻黃色的昆蟲 又在下眼睛深處 看到了一塊鋁箔紙碎片卡住 上眼睛黑色衣物取出來 近視煤炭殘餘 而她30歲的朋友林先生 右眼仰痛 眉毛有被火燒焦的狠擊 下眼檢深處有一條鐵絲 經過了揉眼睛 鐵絲已經被睫膜包住 角膜上皮破損 明爛最佳視力僅剩0.1 如果說有鐵絲 我們一般會把它拿掉 因為如果說鐵絲沒有拿掉的話 它會產生一系列的反應 那甚至跑到眼睛的後面去 都有失明的可能 烤肉的時候有東西跑到眼睛裡面去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用大量清水去沖洗 幸好兩名患者及時就醫 視力也慢慢的恢復 醫生提醒萬一烤肉眼睛卡進了異物 千萬不要揉 可以用食鹽水清洗眼睛 讓異物流出或者閉眼休息 再不行就要趕快就醫 記者李安平 許聰文 評众報導